将来传媒,这是一位老人写给自己的信,没有空话,套话,说的全是家常话,言简一声,每一点都十分朴实,具体,有益,每一条都可以做得到,赶紧珍藏好,对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十分有用。 一,停止回忆过去,我们这一代人的孩童时代,青年时代,多多少少都吃了一些苦,好在现在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好了,还有一些寻前,闲情去做自己喜欢的事,因此,中老年朋友不要一味的沉浸于过去的回忆中,而要积极乐观的向前看,过好人生中最最黄金的二十年。 二,停止生气,年轻时我们多多少少有些脾气,特别是孩子不听话时,总免不了骂孩子甚至打孩子,但是,现在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,有自己的想法了,我们则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,我们可以运用经验累积的智慧,提供参考意见给儿女,并保持幽默,慈爱的态度。 不要因儿女不接受意见就生气或唠叨不休,以免形成两代的紧张关系。 三,停止抱怨,每个人都有烦恼的事情,有时候也想跟别人倾诉,只可以理解。 但要注意你抱怨的频率,如果你的朋友总是跟你抱怨同一件事,每天都在传达负能量的话,你也会不喜欢这样的朋友吧。 四,停止浪费时间,谈止一挥间,我们都已经迈入中老年的行列,时间不等人,我们更没有机会浪费时间了。 想做什么就去做,想要什么就去买,想吃什么就去吃,别再说什么等以后,等有时间,等过几天了,你可以等时间,但是坚决不会等你。 五,停止孤独,无论是与子女同住,还是和老伴两人生活,都要做到精神独立,千万不要一天到晚就围绕着家里的几个人生活。 老人应该多走出家门,有自己的朋友圈,有几种感兴趣的爱好,这样生活才更丰富。 六,停止多管闲事,做老人,有一个绝窍,就是对有些事情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不要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,给儿女一定的生活空间,不干涉他们的生活。 在孙悲教育的问题上,中老年人千万不能以有经验字句,应该明白孩子的父母是谁,尽量按照孩子父母的观点去等孩子。 七,停止劳道,健康,工作,婚恋等是中老年人,最喜欢跟子女交流的话题,而年轻人最反感中老年人反复叮嘱一件事情。 因此,少劳道,有些是孩子们心里清楚,自己有土,咱们就别总啰嗦了。 八,停止存钱。 中老年朋友们,不妨停下存钱的脚步吧,存折上的钱只是一个数字,辛苦了一辈子的我们,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,在自己能力范围内,不要太在乎一件衣服多少钱,一颗白彩多少钱,要舍得花钱。 钱花了才是自己的,存起来的钱只能算遗产,老人八停止,每一条都细致住嘞。 只要我们躲到这八条,老年生活一定会幸福快乐。 重庆老乡店这里,湖南老乡店这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